《科學與人生觀論戰》 《英國律》所支配的《科學》 歐洲文化之維基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 《科學上實驗主義》 《科學上實驗主義》 《科學征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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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先生的講法有他的道理,張先生的講法也有他的道理,都很有道理 新文化運動的重點,尤其在剛開始的時候,先不討論政治,先討論我們該有什麼樣子的人生,該有什麼樣子的思想 那麼,所謂新派的是贊成說,我們應當有像西方從啟蒙運動之後的這些現代的思想 大體上如此 簡單說,我們要有西方的,尤其是西方現代的這種思想,跟人生 那麼,張君邁跟梁素明都提出來說,不盡然,我們可以有其他的看法 那麼,而且都批評了西方近代的啟蒙思想,以及啟蒙事的人生所蕴含的種種的問題 竟然說,《本於德國威心論》 《新浪漫主義》,對於啟蒙運動的啟蒙思想的批評 《本於德國威心論》 《梁素明》 《本於儒家、佛家、道家》 《本於德國威心論》 《新一府》 《分之啟蒙思想、仍然會報》 DLC 《綵棚思想、仍然會背輩詐! 《知未老人 Спасибоidity》 文化的哲學 生命哲學 文化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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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他從來一輩子研究 不是研究 是從事政治的人 所以當時人也都很明白這個事情 喬喬是因為政治上的出路 莫衷於事 有的人在提倡君主立憲 有的人在搞復辟 有的人提各家各派的說法 莫衷於事 所以他而且 那你說不是民主嗎 可是民主 民國才六年已經搞了兩次復辟 所以又覺得好像民主的這個事情 大家也沒有共識 也沒有共同的追求 所以變成要先從思想上啟蒙 我們有一個 從舊的裡頭解放出來 我們所共同追求的 新的理想的人生和文化 我們才有共同理想的未來 所以才會有人生觀的討論 那麼 這人生觀裡頭就分成兩大派 一派就是新派 新派的就是以自由民主 進步西方的這種 啟蒙式的下的人生觀為主 OK 那另外一種 就是我們所說的保守派 保守派 保守派 就是說其實 那個東西不是唯一的價值 也可能有其他的抉擇 對於張君邁來講 他就說 這個事情是有很多種不同的可能的 並不是說 好像 一切 都是向新派所主張的 就是 啟蒙的 進步的 科學的 理性的 按照西方人的那個東西 就是對的 張君邁之後就進一步講說 其實他喜歡說明理學 說明理學所講的那些種種人生觀 有東方人自己的人身觀 和儒家的這一些種種 他 grandma 他有他的道理 他自己的這種人生觀 他自己的這種人生觀 他從從如果純粹回到 人生觀的抉擇來講 這個無所謂對錯是非 這個無所謂對錯是非 在哲學上的立足點 科學、進步、理性的人生態度 《心物二分》 其是《視機量》 imm kasx vitalism 那內生肝 物質、因果律、不需要改變 生肝 生機,不是用物質就能解釋的,是一種vital fault,是一種生命力量。 心無二分的說法,一直是在西方思想裡頭非常重要的,而在西方思想裡頭非常重要。 心無二分 《道的自由意志》 《 invaded 道德主管道的食道 》 《 Moss stirred得 抉心论》 《抗德主GH》 《 верс神怡學高上 》 生命的本質其實是自由意志所主導的心 倫理、道德的論述 提供他一個哲學上的基礎 如果你問我的看法的話 這些努力不是沒有價值 確實是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這麼做的 但是坦白說 中國的這些歷代的儒者 非希特、康德、黑格爾和德國威信論 也沒有這種心無二分的概念 他不是這麼講的 所以 你只能說 如果我要從德國威信論的角度 來看中國的傳統這些人 他們似乎也都呈現了一種道德的自由的抉擇 那你如果一定要說 他是從他的道德本體上 所發出來的 那也只能尊重 但是古人並沒有這樣子的說法 也沒有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在思想史上 我不認為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在哲學上來講 所謂思想史上不太能夠成立的意思 所謂思想史上不太能夠成立的意思 就是說 你這樣去講 古人 古人不是從那條路子來想 但你要說 從哲學上來講 我要把它劃分成 它具有這樣一定的意涵 我們也不能說 你一定是不對 是對的 這是不同的角度 古人比較想 古人比較想 還是比較接近梁酥明的這種講法 梁酥明不懂 得不懂得 德國威信論這一套 如是道三家、中醫的傳統講古人 心跟物雖然並存,而其主客先後之分,吾唯有達約,心先而矣,心為主而已。 人生觀是在科學之上的。 兩者的意見,認為他比較看重心,看重人生觀,所以這會讓他比較傾向於認為,就文化發展而言,人生觀是最根本的。 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心的抉擇,於是走向了不同的文化。 選擇了不同的人人觀,於是有不同的文化。 西方有西方的人人觀文化,東方有東方的人人觀文化。 那這是兩個不同的文化。 那這樣講起來的話,最後也容易變成兩種不同的體系。 沒有必然的,誰一定要變成誰。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抉擇。 中國文化。 因為當時的全盤西化派, 中國就是要盡可能地西化變成西方那樣。 那照張君麥這種講法的話, 那就是東方人自有東方人抉擇的人生觀, 他有他的道理,他有他的價值。 這跟科學是不一樣的。 於是丁再軍就問說, 那麼人生觀可以跟科學分家嗎? 意思就是說,我們有一切的人人觀最終都是必須還是受科學方法支配的。 那麼第一,要有科學知識的基礎。 第二,要符合科學的方法的抉擇。 所以這樣下起來,只有近代西方人是有正確的人生觀。 我們東方人都是錯誤的人生觀。 因為你的科學知識不夠,你的科學方法不好。 所以咱們就應該全盤去學西方人。 那照張君麥來講, 不是,這是各自自由意志所決定的。 這樣講下去, 這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走向。 所以當時, 新文化運動時期當然非常看重這種論辯。 就我底下人要怎麼活。 那, 怎麼樣才是一個比較合理的, 對的人生。 研究思想史, 其實一般人覺得很難。 不得其也蠻弱, 其實不難。 你就把他那個最根本的問題, 你把它徹底弄明白。 其他叫做, 這個, 怎麼說呢? 試如破竹, 迎刃而解。 但那個根本的問題呢, 你必須非常徹底地, 一字不插地去弄明白。 不要以為看起來都差不多, 就差不多。 不是, 插一個字都不行。 每一句話都必須要有堅實的文本的基礎。 那個文本上沒有包含的意思, 或者邏輯上沒有辦法一定推出來的意思, 就不能說它有。 懂吧? 一切要以文本為先。 所以這是一種歷史性的研究。 好嗎? 好嗎? 如果照張軍邁這種人生觀是文化的基礎根本, 心先於物, 人生觀高於科學的看法, 或在科學之上的看法來看的話, 那麼, 他的這個主張跟梁樹明說, 文化是一種抑鬱, 其實是有類似之處。 也就是, 不同的文化對於人生有不同的抉擇, 這是主要是人心所決定的。 那麼, 梁樹明說, 張軍邁用意欲來說, 張軍邁用心來講。 嗯... 其實 一曲而同工。 而 這個, 梁樹明也說, ㄻ 中西印文化, 有不同的意欲的取向。 而 张俊迈说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人生观 其实是很类似的 只是梁树民进一步的讲说 这些取向可以分三阶段 这有他一定的道理 虽然是过分的简化了 张俊迈反而会说 一个文化人生观是不容易轻易改变的 这个确实事实上可能比较接近 张俊迈之所言 但是不能不说 梁树民那种 对于这个 三个中西印文化不同意欲 的那种反省 更为深刻 因他进一步的指出来 这种不同的 异域的人生观 所影响到文化的方方面面 即使是简化的 但是是很深刻而有力的 而点出各个不同文明的人生观的 一些最核心的特色 这一点倒是张俊迈所谓极 对于